再來的話 我們這個範例主要是希望能夠爬取的 就是這個模擬一個已經把它抓下來的網頁原始碼 頭尾就HTML 然後這個head就頭 然後身體在這邊 所以一個網頁主要的架構就是頭跟身體 身體的話就body 裡面就放很多的原始碼 那以後標籤反正是長這樣 一定是小於符號 然後用大於把它夾在裡面 中間的話就是它裡面的文字 頭尾裡面的文字 所以將來的話我可以透過一個屬性叫.txt 就可以把裡面的資料給抓回來了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去抓到這個網頁裡面我需要的 比如說我需要Halobo的123裡面的文字 標籤不要 那應該怎麼說 跟各位講 如果以BeautifulSoup的話 你只需要記兩個方法就夠了 其實它不只兩個方法 它有很多方法 但是我自己試過 我發現這兩招大概就夠了 因為我發現它一堆方法 但是其實說真的 其他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以大概95%以上的需求 大概兩個方法就夠用了 第一個方法很簡單就是Find Find應該知道吧 Find的話呢 第二個方法叫Find 底線all 那有什麼差別 Find的話呢 就是你如果跟它講說我要Find什麼標籤 比如說Find Table好了 然後如果你用Find的話呢 它只會幫你找第一個 或者是一個的話就是找那一個 也就是說如果Table在這個網頁裡面只有一個的話 它就是抓那一個 可是如果有很多個的話 它就會抓第一個 OK 如果Find all的話 它幫你抓回來 它會是一串 比如說呢 比如說我要抓P好了 P這個標籤 這個是一個標籤嘛 裡面總共有幾個P 一二三個P 所以如果你用Find all 我要找P的話 它會給你三個 那會放哪裡呢 會放一個串列裡面 那我就把那個串列解析 有沒有 012的話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把裡面的Texter給抓回來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底下的話 以後要怎麼開始 第一個的話 如果你要解析網頁的話 那我們會需要一個套件 叫BeautifulSoup 那這個BeautifulSoup裡面呢 我們可以跟它講說 我需要的原始碼在哪裡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HTML 指的就是這個東西啦 意思就是這個字串的意思 把這個字串先放這邊 然後跟它講說 幫我做一個Parser 幫我解析一下 那解析之後的話呢 它會得到一個物件名稱 叫SP 這個SP的名稱 當然你可以取別的 沒關係啦 我習慣用SP 那底下的話 如果你要找的話 比如說你要找Hallover123的話 那我把這幾行把它刪掉 很簡單喔 所以最重要就是這兩行 這兩行就是產生一個SP的物件 那如果你要找什麼 找Hallover1的話 欸 Hallover1怎麼找 很簡單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用這個物件 SP.find 那我剛剛有講過兩個方法 那Fall的話呢 後面只要跟他講說 你要找的標籤 標籤就是小於大於中間的那個名稱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幫你找到了 有沒有 SP的把它print一下 OK 這邊的話呢 你就把這個Fall的方法 直接給他 然後假設我找到之後 把它print一下 不過你說老師 這個P好像不只一個耶 總共有幾個有三個 那如果你用Fall的話 我剛剛講過 如果他有大於1的話 他會幫你只有抓第一個出來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欸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會出現結果 得到的結果就長這樣 欸 他就幫你把第一個給抓過來了 有沒有這一個 抓到這邊來 那你說老師 可是我不要那個前後的標籤啊 那個標籤我要把它去掉怎麼辦 很簡單 我先把它放大一下 Ctrl加 OK 有沒有 如果呢 假如你要把前後標籤拿掉 很簡單 就是在尾巴再加一個.test 點test的意思說 我要文字就好了 標籤不用給我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Hallover1出現了 有沒有 前後的標籤就不見了 那可是你說老師 可是問題 我不要那個 只有找Hallover1 我要Hallover123 那123怎麼辦呢 很簡單 接下來請你把這邊 加一個底線O 底線O的話 意思說 幫我全部找 不是找第一個就好了 OK 所以很好記吧 Find的話 只會找第一個 它回來的話 是一個字串 那如果你Find 全部的話 那它怎麼辦 不能放個字串 它把它放個串列 裡面喔 OK 所以它回來的話 會放一個串列 那接下來點test 這個先不要加 因為它裡面的話 等於不只一個 有三個 所以你如果點test 它會發生錯誤 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它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長這樣 它會是個串列 那裡面的話 會有什麼 有它的第一個在這裡 痘點第二個在這裡 痘點第三個 那劉老師 可是我要的是 裡面的文字喔 痾 那文字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嘛 就是再加一個 點test 可是問題 如果你點test 它會不知道說 你是要抓哪個 我看點test 因為它有一個串列 對不對 所以點test 有三個 它會搞不清楚哪一個 對 它搞不清楚 可是你點test 到底你有三個 我不知道取得哪一個文字 所以你如果假設 你要取第幾個的話 這邊可以加一個中瓜糊 如果你要好多多的1的話 有沒有 那就加多少 0嘛 OK 有沒有 因為有三個嘛 你要第幾個的話 我前面講過 串列的部分 就是加上中瓜糊 執行一下 有沒有 好多多的1 那說老師 我要好多多的3怎麼辦 對 改成2就好了 執行 那好多多的3就出現了 那可是這一題是希望什麼 123 欸 那你123怎麼辦 當然有一個笨方法 就是這邊0對不對 然後怎麼樣 這邊在Ctrl C嘛 然後底下怎麼樣 Enter Ctrl V 貼上兩個 然後這邊的話加上1嘛 這邊加上2比較好 欸 這樣不就OK 執行 好過123 可是還好是只有3個 你貼2次可以搞定 但是如果這邊有30個 300個的話 欸 那怎麼辦 你就必須要 寫一個回圈的 有沒有 那回圈應該 回圈的話 怎麼寫比較簡單 那一般是這樣啦 回圈就有點麻煩了 就是你要把剛剛的這一個 找到的串列有沒有 乾脆先 先丟給一個list好了 比如說我這邊加一個list 就是list1 它等於什麼呢 就是我剛剛find all之後的結果 我就把它找到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針對這個list1裡面 去做一個解析的話 所以先產生一個串列 然後再加一個for圍圈 for i in range 這個前面我們做蠻多的 我前面一直強調 你這個不熟的話 要從0開始到3結束啦 不過3的話就是l1n l1n 然後這個串列的長度 總共三個嘛 所以這邊的話會得到這樣 然後冒號 那你這邊的話就是加一個printer 那printer的話呢 就跟大家講說 幫我把那個 list1 2 3 所以這邊會多個i嘛 裡面放i就可以 那i的值呢 就會從0 有沒有 1 2 這跳裡了 這沒有了 那裡面的資料呢 就幫你把它取到 那不就全部輸出 執行一下 有沒有 如果1 2 3 這樣就ok了 所以以後 那你說老師 是不是我只要有知道標籤名稱 再加這兩招就夠用了 真的沒錯 這兩招就很夠用了 所以你只要看懂標籤名稱 就是你把網頁取回來 然後知道標籤 然後再把裡面的資料做解析 如果它只有一個 那你就用fine 如果它有多個 你就用fine 應該簡單了吧 其他方法有啦 那我建議你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兩招就夠了嘛 你其他再多 不過也就是這樣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利用這個方法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你可以看一下 因為這個是一個p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 可是這個body跟body之間 不是也是好如果我的1 2 3嘛 欸 對耶 那所以呢 我是不是還有另外一招 我可以不要那麼複雜吧 我把這幾行把它mark掉 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我們可以怎麼樣 sp.fine 那fine的話呢 是fine什麼 我不要finep嘛 我剛才fine它外面那一層不就好了 我fine什麼fine body 可不可以 欸 試試看喔 那我一樣把它print的結果 有沒有 print的結果 欸 那我先不要加點test 出來看是body那一段 欸 有沒有 body那一段就出來了 那如果你只要裡面的資料 不要標籤 那加什麼 加點test不就好了嗎 點test的意思是說 我要裡面的文字 標籤不要 OK 它執行 結果不一樣 欸 也是好多握一二三欸 有沒有 那不就更簡單了嗎 所以其實你要解析網頁的資料喔 不是只有一種思路喔 有很多種思路喔 有的時候是你先看 你要抓的那個標籤 第二種方法是你要抓那個標籤 外面那一層 有沒有 它有個頭尾 你就抓外面那一層 這樣好像比較快 所以這個可能方法很多 還有沒有其他 你說老師 我可不可以抓HTML 欸 其實也是可以喔 只是HTML抓回來 你可能會多什麼 多畫漏 有沒有 因為這邊還有這個文字 OK 那當然你加來也可以把這個扣掉 只是好像沒有body簡單 OK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體驗一下 其實爬蟲真的 我是覺得蠻複雜的啦 你光聽到那個所謂的網路爬蟲 天啊 感覺好像是不是一種蟲 很恐怖的樣子 其實它不是蟲 它是一個名稱 比喻 就是我要抓網路上面的資料 把這個動作比喻成一隻蟲 去幫你做事的蟲 OK 好啦 試試看好了 我讓你Google查一下那個網路爬蟲 其實也很詳細的說明 至於那個原理原則 我就不太贅述 反正最早是從那個網頁HTTP裡面 你可以去爬HTTP上面 網 server上面的資料 試一下喔 所以剛剛第一個 這兩行都固定的 有沒有 這兩行 然後產生一個SP的物件 那SP物件後面 不外乎就是幾個方法 Phi的話呢 是找一次 Phi all的話呢 是找多次 那後面刮符裡面呢 雙引號裡面呢 就是放那個標籤的名稱 那後面如果有加點TEST 就是要抓它裡面的資料 如果你不加點TEST 它就會連標籤 也讓你顯示出來 OK 大概原理原則這樣喔 這是最基礎的 如果你有這個概念 那以後應該要抓資料就簡單了 不是只有Python 你其他語言也都會有爬蟲的需求 基本上就是去解析HTML裡面標籤的什麼文字 OK 試試看齁 試試看齁 OK 好 OK 來吧